那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为东北的经济 经济基础 就南方人就是说 男尊女卑的这种还是有这种感觉 这女的就好像说我嫁给你家了 就什么事情都是你家人了 就是你说哪地就哪地 我觉得是因为东北 他后来经济不景气了以后 可能反而那个男的的 经济条件和女的来说 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了 所以他就家庭地位就下来了 然后但是因为现在社会 很多东西就是服务业 然后女的可能在服务方面的 这种更有优势 以及很多工作可能是那种 就是需要技术 需要技术就需要学历 然后女生比较乖 她可能上学什么 那就比男生可能就学习成绩好 然后她是考个高学历的 可能性更高 以及女生她就业渠道 相对来说更依靠学历 她就 现在没关系 那个不存在南方北方 那南方不也一样吗 那南方的女人就哪怕你是高学历 哪怕你是说自己能赚钱 哪怕你是怎么怎么样 只要嫁到南方家都是百亿百寸的 我没听说过这种的 因为我看 我看 就是你就普遍一看女的 至少一家都两个孩到三个孩现在 那是农村 那我看 我现在成绩我一妈成绩 又说 我说要超胆 三个孩子 这俩人 有时候一个妈妈在俩 正常 那我觉得可能是南方特别能证吧 我感觉如果城市里能生三个孩子 你说能证 全说了 说明那男的真能证 他不可能 人人都能证 知道吗 尤其是潮汕那般人 一生生六七个 潮汕它是那种文化传统 一定要生儿子 一定生儿子 那没办法就生好多个才能生到儿子 也就非要生就那样 最有人家第一胎是儿子 他也得要 好多 反正 包括我表姐的话 她本来一直说是独生子女很孤单 她一直想生两个的 现在不是疫情不景气 她都已经说放弃 就只生一个得了 而且她生的是个女儿 按理说如果 一家要俩孩是最好的 相互还能有个照应 到父母老了 一个孩的家里还小 他俩人相互能够替换一家 你就可一个人 以后就面临着什么 四个老人 俩小孩怎么着 就过年过节 你说这俩小孩上谁家 比如说 这个倒是我觉得还好 这个一般 有啥还好的 你比如你是女孩 你嫁个老公 三十或咋的年纪 南方说上你家 你妈养你了二十多年了 比如就一个孩儿啊 老在一起 从你结婚 完了 过年冷冷清清的 就上老两口了 他不觉得闪一下吗 不然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协商吗 今天去你家 明年去我家 哎呀这个东西 你就是上 明年上你家了 南方也是一家 就这么一个孩儿 就这么一个儿子 从小养到大 哎呀 年年都在一起 哎呀 比如今天到我明年 哎呀他不回来了 上你那 他谁说能理解 但心情也不没劲 因为 本来过年就是儿子满堂 就老两口了自己在家 看电视吃饭 也不舒服 知道吗 但是他从生子女 就只能这样 把两个父母都叫一起吧 可不可以 那得是说有一定条件 家庭它得是宽敞的 父母 双方父母还能和他来的 所以 这样的很少 反正因为我们家 可能都脾气比较好 一般都是去南方家 然后像我大了以后 我都是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就是我爸去我爷爷那边 我妈就去我姥姥那边 就 就 过年各自分开得了 反正一年到头都在一块了 过年就回去了 就是比如说你刚结婚 小两口 绝对不可能这样 比如这是四十多岁了 或五十岁了 行啊 你回你妈呢 我回我妈呢 可以 那我就不想你刚结婚 小两口 像你妈那我说我妈呢 绝对不可能 但是反正就头几十年 我妈都是跟着我爸回去 她那边的 因为 因为 他们那一辈的人也不止一个孩子 对 所以就还好办 尤其女的在那 就是说也都能理解 在相互就 哎 其实感觉那样也挺好 但现在我自己都买的 就别没意思了 过年 有父母在吧 你看好 每年她都回去 还就像有个笨头似的 我每次不在就 原来你出 用尾巴拍照 用尾巴拍照 好 好 好